好,我們今天要繼續上就是跟數學比較有關的部分 就是我們上個禮拜教大家人工智慧的基礎 就是求極值嘛 找個數學士,然後求極值 然後現在我們要再試著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這個損失函數的部分你要怎麼設才合理 損失函數就是我們求極值的目標 好,以上個禮拜來講,它是殘差的平方核 我們希望在寫線性回歸的時候讓殘差的平方核最小 可是我們也有講到嘛,絕對值可不可以 也可以,那到底什麼才是好的咧? 我們不知道,所以我們今天要來學這個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我們 這是我們上個禮拜最重要學到的觀念 也就是說,首先先訂一個預測試 這個預測試隨便你怎麼訂都可以 訂完之後咧,我們定義我們的求極目標 讓殘差平方核最小化 也可以是絕對值合最小化嘛,對不對 好,接下來 找出這個求極 求極,那我就知道β0跟β1是多少了 我就可以在這個function set裡面 找到function 找到那個function 好,關鍵是這樣子 這個function set裡面找到的function 找完之後我是不是就可以拿來做預測了 所以我在進行預測的時候 其實我並不清楚我是用哪一個求極目標求出來的喔 對不對,因為你看起來都一樣 你用不同的求極目標,求出來預測試 他們最後長的樣子是一樣的 我根本就不知道我的求極目標 我當初人家設計那個方程式的時候 他的求極目標是什麼,對不對 所以說這一定有一套 要嘛就是約定俗成啊 要嘛就是說什麼情況下 就要用什麼 求極目標 這樣可以理解吧 不然為什麼大家求 現行回國的時候都要用殘差平方核 對不對,為什麼不是用絕對值合 這聽起來就有點怪怪的,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現在來教大家一個東西 叫做最大概事估計法 這個最大概事估計法是什麼呢 來,我們先不要管那個現行回歸跟最小平方法 上個禮拜我們 不是,就是我們禮拜一的時候 教現行回歸跟最小平方法 這個我們先不要管喔 我們現在來想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這個例子是這樣子的 假設母群的疾病盛情率為P 我們這個母群喔 我們把它想像成就是 這個國防醫學院好了 國防醫學院 這個 國防醫學院有這個 呃,就來說 有 呃,有 有疾病的人 這個盛情率是P 好,那我們現在 我不知道這個P是多少喔 我不知道這個P是多少喔 好,那我做了一個簡單的抽樣 我做了抽樣,我是找了80個人 結果抽出 49個有病人 31個沒有病人 請問一下這個P是多少 你第一時間你一定會想到一個 那不就是80分之49嗎 對不對 你們一定都是這麼想的 可是你們仔細想一下 80分之49你們是怎麼算出來的 喔,因為我抽了80個病 我總共有80個總樣本嘛 對不對 49個有病 這個80分之49是什麼意思 是 我的這個樣本裡面 我的這個樣本裡面 總共有80個 有百分 呃,有 80分之49的人有病 這跟 母群的疾病盛情率有關係嗎 我們不清楚 我不知道這邊大家可以理解多少 這兩個是 但是我現在在講這兩件事情 是完全不一樣的事情 母群盛情率P是一個不知道的數字 這是一個不知道的數字喔 那 80分之49 這是 我現在抽出來的樣本 是多少就是多少 我們現在再換個講法好了 今天 國防選 我們第一次抽樣的時候 80分之49 這個時候母群的P是多少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我樣本的比例 是80分之49 我下一次抽樣的時候 80個裡面抽出47個 請問一下那個母群的P有改變嗎 沒有改變 你們理解那個感覺了嗎 是樣本的P改變的對不對 那我要相信哪一個數據 你可能會說 那我就把它合在一起好了 那應該是80分之48 應該這個比例對不對 那 這個 但是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不管怎麼樣 那個P P我不知道 可是問題是 它應該是不變的 對吧 可以理解吧 那為什麼連抽兩次答案會不一樣 抽樣總是有個誤差嘛 這樣可以理解吧 好 所以說這兩個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喔 我們現在要來往下看一個東西 假設 台北市 我現在我不知道 我是從哪一個母群抽出來的 我只知道 在台北市 該疾病的盛情率是0.3 台中市是0.5 高雄市是0.7 請問一下剛剛這個樣本 最有可能是從哪一個 哪一個城市抽出來的 你們一定會很容易的可以這麼想 80分之49 那大約是這個 我現在有點難算 反正大概是比較靠近0.7吧 對不對 你們一定會這麼想 那所以就是0.7了 可是實際上 我們應該要有更精確的數學方法 來去計算這件事情 我們需要用上什麼數學方法 這個方式要二項分佈 我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以前在高中的時候 記說這個抽 一個箱子裡面 有這個什麼 幾個 就要說有百分之一的紅球 百分之二十的紅球 對不對 那一次抽出 你抽 十個 十個球上來 然後 三個紅球 七個黑球的 比 幾率是多少 這個 還有沒有人還記得的 這式子應該寫成這樣子 C 恩取X 你剛剛 十顆 抽十個球 然後 百分之二十的幾率是紅球 然後抽出三個紅球 他應該是C 十取三 乘以0.2的三次方 再乘以0.8的七次方 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好 前面後面那個部分 我們先講後面那個部分 我們抽中三個紅球 是不是0.2的部分 我抽中了三次 所以是0.2 乘以0.2乘以0.2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我抽中七個黑球 所以說0.8的部分 我是不是抽到了七次 所以是不是0.8乘以7次 所以就是0.8的七次方 然後把這兩個幾率 累成起來 這是不是就是總幾率 好 可是問題是 這個是有管順序的啊 沒有管順序的話 他的三顆紅球的 所有排列組合 總共有幾種 C 十取三 可以接受嗎 所以說 對於你抽了N個樣本 來講 你現在不知道母群的P是多少 你不知道那個箱子裡面的P是多少 的話 這個 抽出來的這個N跟X跟那個P 一點關係都沒有對不對 百分之 百分之二十的紅球機率 你有可能抽出三顆 也有可能抽出一顆 也有可能抽出四顆 你有沒有可能抽出十顆 有 只是機率很低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們現在要跟大家講的是說 如果 我們思考到這一步之後 我們就來想 如果台北市的P是0.3 台北市的P是0.3 那請問一下 這個 按照我們剛剛 抽八十個人 然後抽出四十九個 這樣子台北市的機率是多少 我們用台北市的機率 抽 我們用 就是 我們在台北市抽出這樣樣本的機率是多少 C80取49 乘以0.3的49四方 乘以0.7的31四方 這大家可以接受嗎 我應該解釋的非常清楚 大部分人應該都可以接受了好不好 這個東西 我們把它加 likelihood 可能性 台北市的可能性 數字是多少呢 我們在R裡面可以透過這種方式算 還蠻簡單的 你們看一下 抽八十四十九 那就是 C80取49 多少呢 好大的一個數字 這個是 1.4乘以10的22四方 接著 乘上 0.3的49四方 再乘上0.7的31四方 我們來看答案 5.4乘以10的-9四方 這是 台北市的 如果你是從台北市抽出來 這個樣本的可能性 是5.4乘以10的-9四方 好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個數字我們也不知道是高是低啊 好不好 但是 我們總可以算三次吧 對不對 台北市算一次 槓市算一次 台中市算一次 好怎麼算呢 來看著 其實 有改變的只有P對吧 N跟X都是固定的啊 有改變的只有P 可以接受嗎 P跟1-P改變了嘛 所以 從台中市抽出來的幾率 是 0.1 從高雄市抽出來的幾率 0.2 所以哪一個可能性比較大 是不是 在高雄市的可能性比較大 所以以這個例子來講 以這個例子來講 以這個例子來講 我們可不可以說一件事情 就是 我現在不知道我的P是多少 這個是未知的嘛 對不對 可是我知道 我的三個城市的P 應該是 分別是0.3 0.5跟0.7 那 根據我的樣本 我最有可能是 從高雄市裡面抽出來的樣本 對吧 我這樣的推論 大家可以接受嗎 好 注意一下我的推論過程喔 我再重複強調一次 你抽樣一定會有誤差 抽樣一定會有誤差 這個P 不管你抽幾次樣 這個P 理論上是不變的 理論上是不變的 但是你的可行性 你的可行性是 就是你的可能性當然是不一樣的 喔 講真的啦 你覺得 你如果從20% 告訴你箱子裡面 就是20%的紅球了 你覺得你抽10顆球 抽出2顆紅球的幾率比較大 還是抽出3顆紅球的幾率比較大 當然是2顆紅球的幾率比較大 你稍微算一下就知道啦 對不對 欸 可是你是不是 抽出3顆球的幾率是0嗎 不是0對不對 只是比較有可能是2顆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說樣本比例跟 母群參數 這兩個完全不一樣的東西喔 你了解了這件事情之後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如果我們很確定 樣本是北部某一個城市抽出的 但是我們不知道P是多少 來 注意件事情喔 我現在再往前看 我剛剛是P是已知數 P是已知數 我知道說 帶3次 然後我們去比較 它的likelihood 可以接受吧 那我知道哪一個是最大的 然後我就選最大的 那假設我的P是未知數 假設我的P是未知數那怎麼辦 那我想要找到一個P 讓這個likelihood最大 可以接受嗎 我再講一次喔 來 我這個P如果是已知數 那我就帶數字嘛 非常簡單對不對 我帶3次 答案該是多少就是多少 那這個P假設是一個未知數 就是我想要求的咧 那我要怎麼算 我對這整個式子 N跟X是固定的 N跟X已經固定了 對不對 我求P是多少的時候 只要有一個最大值 我只要知道P是多少的時候 這個式子有最大值 我是不是就可以猜說 那是這個P的機會最大 因為為什麼 邏輯是因為它讓整個likelihood最大 這個likelihood就是 這個概四估計 可以了解嗎 概四估計 所以你有沒有注意到 整套邏輯叫最大概四估計法 這樣可以了解嗎 好我們來做做看這件事情喔 好我們首先 在最開始的時候 我們先教大家寫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是這樣子的 好如果 如果 如果我現在有一個叫sampleP 0.2的時候 它告訴我可能性是 7.9乘以10的-16四方 0.3呢 5.4乘以10的-9 0.4 0.5 0.6 0.7 0.8 好這樣你們覺得 最有可能是幾 是不是0.6 可以接受吧 好那0.6 0.61 0.62 0.63 好像比較接近0.61 0.60 好好像在0.61那邊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0.61 0.61 你這樣是不是可以一個一個下去找 我這方很笨阿 我只是先跟你們講說有這個方法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其實 這就是一個數學函數嘛 對不對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這就是一個數學函數 我們想要讓這個數學函數的幾率最大化 我要怎麼求解 有沒有人要講了 好啦沒關係 你們可能有點害怕啦 好不好 我們先用個最笨的解法好不好 窮舉 窮舉 怎麼窮舉咧 那很簡單嘛 我現在有 0到 1 總共幾個數字 你這個程式不會寫沒有關係啦 好不好 我這邊只是用程式的方法證明給你看 我之前有跟你們講 這些課程式的部分並不是重點阿 好不好 來 我0 代入算一次 1也代入算一次 0.2也代入算一次 3也代入算一次 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結果最有可能多少好不好 好他告訴我 result就是 每一個幾率 他的這個 最大值是多 他的那個 幾率 likelihood是多少 我們最後問他 最大值出現在哪裡 which max 他最大值出現在哪裡 出現在第613個 那第613個數字是什麼咧 是0.612 所以答案是0.612 這樣大家可以接受嗎 大家用窮舉的方法還不錯對不對 然後我們如果把圖畫出來他會長這個樣子 這 是P 這一個是likelihood 在0.612的時候 他的數字最大 所以我選擇他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可是 這個方法有什麼缺點 我們來講一下 有什麼缺點 今天 第一個 第一個他不見得會非常非常準 對不對 你看我這樣窮舉帶路 他最多準確度就要3位小數嗎 可不可以到4位小數 也可以 那運算量要加10倍 對吧 可不可以5位小數也可以 再加10倍 那要精確到多少我不知道 這是第一個缺點 第二個缺點是什麼 他今天 欸這次這個P是有限範圍 0到1之間 如果今天要解的參數是 負限大到正無限大之間 我要怎麼窮舉 我非常的困難 對不對 好另外一個還有一個更難的 如今天這個方程式只有一個參數 如果有兩個以上的參數 這窮舉起來會不會又更加困難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其實窮舉只是 帶你們稍微看一下這個結果而已 我們最終我們還是希望 這是一個 這畢竟就是一個求極值的情境 所以我們需要用到微分 這樣可以接受嗎 我們上節課遇到極值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就是用微分工具 而且這一次我們遇到微分 還不是偏微分 這看起來應該蠻簡單的 這N跟X顯然是一個 N跟X顯然是一個固定的 固定的這個固定的數值對吧 因為這我樣本抽上來 抽幾個就抽幾個嘛 對不對 抽中了幾個 p就是幾個嘛 對不對 P是位之數 N跟X是乙之數 這個事在解之前 你要非常清楚的知道 N跟X是乙之數 好怎麼解咧 對 這個 我們需要用到微分的乘法公式 如果今天 你有一個 F跟G兩個東西合在一起 你要做微分 你必須知道 它是G乘上F的微分 加上F乘上G的微分 這個式子 我們不需要證明 可是你要會用 這樣可以接受吧 我偷偷問一下 高中有沒有教過微分乘法 有 應該是有啦 因為我想起來 我上個禮拜問 我禮拜一問連鎖率有沒有教嗎 連鎖率照道理 連鎖率教了 稱法怎麼可能沒有教咧 對不對 好 那很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要解他囉 我要對哪一個數字 求微分 對p對吧 求p的導含數 看p的再 等於多少的時候 切線前率為0 代表p那個地方 有整個4的最大值嘛 對不對 好 我們來對p求微分 來 對這整包 求微分 首先 C 這個 CN取X 這個顯然是個常數 這個可以直接拿出來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所以先把他丟到外面去 這樣可以齁 好接著 來 我們可以 這裡是不是一個函數 這裡是不是也是一個函數 所以我先對 這個對方 這個地方 這個 我對他求微分 這個樣子 乘上 對他不求微分 就是 原式 加上 對他求微分 對他原式 這樣可以接受吧 我這裡用到的是 微分乘法的工具 可以接受齁 好接著 我們來看一下 欸那我 對這個東西求微分 簡不簡單啊 欸很簡單 X放下來 次方數少一次 是不是 X p 的 X-1次方 是不是這樣就 留下了 對這邊呢 這邊有沒有 這邊會很難嗎 也不會很難嘛 N-X 留下來 其實前面有個負號 所以給一個 前面加號變減號 這樣可以接受嗎 然後一樣 次方數少一次 這數字應該也沒有非常難 可以接受嗎 好 那我們這整串柿子 他最後 他就是他的導環數嘛 他的導環數等於0的地方 就是有極值嘛 對不對 好 我們可以對這個柿子做一個整併啊 對這個柿子做一個整併 來看一下這個柿子要怎麼整併啊 這首先啊 我們可以先把 這個常數直接丟掉 這沒有問題吧 因為這 右邊是0啊 右邊是0 我直接把這個常數丟掉應該沒有問題吧 然後 他這邊有個減號對不對 我們把減號 減號 減號的這邊 丟到右邊去 剩下的丟到左邊 所以這一包 這一包在這裡 好 這樣可以接受嗎 來這一包 丟到這裡來 好 可以接受嗎 好來 你發現了什麼 這邊有P-P的X次方 X-1次方 對不對 這邊有P的X次方 所以是不是可以直接把它去掉 留下一個P 一起除以P的X-1次方 這樣可以接受嗎 來再來 這裡是不是有個N-X 這裡是不是有N-X-1 一起除以E-P的N-X-1次方 可以接受嗎 這個去掉 這個留下來 剩一次是 好 所以剩下這個柿子了對不對 對不對 現在你可以接受 市值現在變第二列了嗎 可以嗎 好 市值變第二列之後 我們再來看一下 欸 現在把它全部乘開 全部乘開 X-XP等於N-P-XP 兩個XP 再度把它去掉 可以捨去對吧 欸 搞了半天 P等於N分之X 答案你模一樣 好 難怪你們以前 難怪你們以前 都覺得 就是這麼算就對了 你們有沒有發現 原來 算個聖情率學問也這麼大 好 以後 我跟你講喔 以後你們要 如果今天 我們要計算 疾病的聖情率的時候 我們要計算疾病的聖情率的時候 你抽了1000個人 那 總共有318個人 有病 你要說 疾病的聖情率是 31.8%的時候 請你知道一件事情 你的求解過程是這個樣子 只是答案剛好是一樣的 這樣可以嗎 我剛剛那套求解的邏輯 你必須要了解喔 你不能只記得答案 只記得答案 你會覺得 樣本比例跟母群參數 好像是一樣的東西啊 他們只是最後長的一樣喔 他們那個思考邏輯 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樣可以嗎 欸這個思考邏輯 在這裡會完全一樣 等一下你會發現 就會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了 你記住我剛剛思考邏輯 我的思考邏輯是 基本上抽樣 就是一個機率 這是一個排列組合的機率問題 對不對 我那個東西是個未知數 那所以我要去求 他在什麼時候會有極值對吧 那我用微分工具去解他 只是解出來剛剛好一模一樣 我為什麼 一模一樣 我還要帶你經過這個過程 主要原因我就是要讓你 深刻的了解這個觀念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來給大家看一個有趣的東西 這個東西 我是不是希望他越大越好 這個東西我希望他越大越好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個p 我希望他帶一個數字越大越好 這樣可以 那我跟大家講 r裡面有個函數叫mle 這個mle就是maxima likelihood 這個expmation 這樣mle 那就是最大概是估計 好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這樣的一個東西 mle這個函數 r裡面的mle這個函數 他是求最小值不是求最大值 所以我在前面加一個負號 這樣這個數字 我帶進的p 可以讓這整個數字越小 他就會告訴我在什麼時候 他會有答案 這樣可以理解嗎 我現在意思是告訴你說 我在r裡面要求 最大概是估計法的時候 我可以不用自己解為分方程 可是我需要把式子寫出來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我們來看一下 好我們來看一下 誒至於 他怎麼解的 我們下一節課會好好講 好不好 這個我們現在就用函數 我們下一節課會告訴你說 他是怎麼解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 好這什麼意思 來 我這邊有函數嗎 這個函數帶多少都可以 對不對 來這個函數帶 0.7也可以 0.7 他也會有個數碼 0.8 他也會有個數碼 對不對 好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 MLE這個函數就是把 這個函數丟進去 告訴他說 請你P等於0.5的時候開始找 後面有個 method 這個模擬退火法 這個叫什麼名字不重要 我們下一節課好好解釋 這個函數是如何運作的 好最後總之 他告訴我的答案 就是 0.6112 6122 這個顯然比窮舉法好很多對不對 好怎麼找到的我們之後再談 好不好 好我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今天教大家這裡 我們到目前為止 先跟大家抽離一個 先跟大家 回復到這裡一個觀念來 我們上一節課 用現金回歸為例 把 預測試定義出來 這個預測試好像是高中的時候教我的 對不對 接下來 我們定義我們求解目標 我們那個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就說一定要求的就是殘差平方合 我到現在還沒有解答為什麼要求殘差平方合 我們等一下到今天的後面我們會講 也就是說 我要如何去定義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我們今天會好好的講在這裡 最後 偏為分求解殘差平方合這個部分 我們下一節課好好講 我們上節課只有做過一個範例嘛對不對 下一節課我們會好好的講這個部分 上節課這一節課下一節課 我們會完整的了解這整個過程 你未來才有可能去面對任何未知的東西 我們之後才會再做進一步的擴展 這樣你懂我的意思嗎 好我們現在回頭來到這裡 好 我們現在 這樣的一個問題 欸答案是不是蠻準的 我們來看一下答案 為什麼我說他很準 來 因為 我們已經透過剛剛的那個 微分 求解 我們已經知道答案其實就是49除以80嘛對不對 欸 答案就是49除以80 答案是 0.6125 他算出來的答案有沒有非常接近 好 算足夠接近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可是你有沒有注意到他是求近四值 不是求實際值對不對 好沒有關係 這個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情 反正電腦運算本來就會有一些 這個本來就是求近四值的嘛 呃 我們下一節課就會教大家求近四值的方法 求近四值的方法一定比求實際的方法來的簡單 所以說我們才願意求近四值 這樣通過意思吧 欸上節課我們求的是實際值嗎 對不對 該是多少就是多少 完全沒有誤差 我們以後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們以後求的都是近四值 不是求實際值 這樣可以齁 好來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前面的介紹 呃我希望大家有應該是一定程度的了解 大家有沒有問題啊 好沒有問題沒有關係 好不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再來給大家一個更厲害的事 來 這個是我們如果說啊 從一個平均數為 mu 標準差為這個 就是這個 sigma 的常態分佈內 抽出一個數字 x 那他的 likelihood 應該長成什麼樣子呢 他的 likelihood 長成這個樣子 你說為什麼長成這個樣子 哎這個我這個東西齁 這個講起來就有點複雜了 這個請問一下常態分佈 你們知不知道常態分佈是二項分佈的無限次擴展 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總之就是這個樣子 好不好 你們應該很容易 就是在高 我記得高中的時候我上過了 好不好 就是當那個二項分佈的 n 非常非常大的時候 他的樣子看起來就很像常態分佈 你們對這個東西有印象了 有人點頭有人搖頭啦 好了我們來看一下 二項分佈 n很大好了 二項分佈 二項分佈 常態分佈 我來看我有沒有辦法找到一張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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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解出來的一個數 一個分佈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所以說 那這個方程式 欸就是這個當初他們解出來的 好這個方程式齁 你不用覺得 好像這個寫成這個樣子誰記的起來啊 沒有關係沒有人叫你們記啊 好不好 你們要知道一件事情 這個wikipedia 常態分佈 好wiki 好wikipedia 我現在點進來 這個事實就寫在這裡啊 看到了嗎 機率密度函數在這裡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啦我們不要看他了 我們來回他看這裡 寫的一模一樣 好不好 大家就不要掙扎了 就是長這負責性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所以來 平均數跟標準差 照道理講都要是已知數嘛 對不對 我從一個假設 假設 身高的平均數是 170 標準差是10 那今天 你看到一個 178公分高的人 請問一下他比百分之幾的人 請問一下 他比百分之幾的人 這個 還要來得高 那他 你在這樣的一個樣本裡面 抽出他的機率是多少 這個東西是不是都是可以算得出來的 好可以接受啊 好你可以接受之後 我們來試著代數字看看 我這邊寫的非常辛苦啊 我把這個式子 直接用 R圓的方式把它寫出來 當你指定你的 mu 跟sigma之後 你抽出一個數字 它的likelihood 它的likelihood是 0.12 0.12代表它的可能性 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好那R圓裡面其實有個函數 這個比較簡單啊 叫DNORN DNORN就是 x-1 m-2 sd-3 我算出來的答案 是一模一樣 好你不要覺得這個函數有什麼了不起 這個函數其實就是把它寫在裡面而已 這樣可以了解吧 這個函數 對於你已經非常熟悉程式 你有一點熟悉程式語的人來講 你不會覺得這個函數有什麼了不起 它其實就是把它包在裡面 這樣可以嗎 但是我現在反正我們就學這個函數就好了 你要知道這個函數可以幫助我們很快的了解 平均數為多少 標準差為多少的時候 它抽到x 它的機率 它的可能性是多少 這樣可以接受 好 那至於這個 呃 至於這個怎麼解啊 這個我們就不管了 好不好 反正Wiki有寫 我們總不能什麼東西都慢慢來嘛 對不對 如果說我們有機會上統計課的話 應該可以告訴你們好好怎麼解 可是我們今天這邊沒有空 好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今天 假設 你在北部某市 抽出五個人的身高 為x1到x5 我怎麼知道母群參數 μ跟σ是多少 我只有這個式子 來看著 我只有這個式子 對不對 我抽出了五個人 那我怎麼知道 μ跟σ是多少 平均數你們會不會算 會啊 五個加起來除以五啊 這有什麼難的 對不對 可是 你們現在 你們現在是不是感到了 你們已經學會最大 蓋斯估計法 你們是不是感到有點怪怪的 怪怪在哪裡 欸不對啊 五個數字 加起來除以五 這個是樣本的平均啊 對不對 每一次抽樣 這個樣本平均都會不一樣啊 可是母體平均是不會改變的 對不對 欸 所以你們是不是 欸 這個糟糕了 怪怪的 對不對 應該 感覺跟這個式子一定有關 對不對 啊標準他怎麼算 不然他怎麼算 你們會不會算 啊這個 呃 每一個數字 分別減掉平均數嘛 對不對 然後平方 啊除以多少 人家跟你說是n-2嗎 還是除以n 啊 是算n-2還是除以n 不知道 對不對 對不對 也不太清楚為什麼 有人告訴你說要n-2 有人告訴你要n 對不對 你搞不清楚 那個 沒有關係 我們來好好看原理 好不好 好這個 Likelihood 來 我們要怎麼去計算呢 來看著喔 我們 首先 mu跟 這個 是多少 我們不知道 可是我們總可以代數字嘛 對不對 跟我們剛剛做代數字 但是一模一樣嘛 你抽出一個x 不是 我是不是就可以用DNORN這個函數 算出你的likelihood 可以接受嗎 來 怎麼算出likelihood 我們再往前 來 我 我不知道我的 mu 跟我的 sigma 是多少 沒有關係 那 我丟一個x進來 只要我知道這兩個數字了 他是不是就可以算出一個 機率值 這樣可以叫 可以計算出一個可能性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來 那 如果 我現在抽了五個人 五個人的likelihood 是不是 分別都是 獨立的 機率 事件 獨立的抽樣事件 可以接受嗎 他們都是獨立的喔 獨立的 全部放在一起 這樣要怎麼算 累成 可以接受嗎 獨立事件可以累成喔 所以我跟你們講喔 你們以後 你們以後 在做研究的時候 你們就要知道 這個推導裡面 他用到的是累成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的樣本 你抽的樣本 彼此之間不獨立 那你 你抽出一個爸爸 就會抽一個兒子上來 你的這個式子推導 可能就有點問題了喔 你就不能用這樣推導 得到的公式喔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我現在都 告訴你們最核心的原理的部分 好來 你要把這樣的五個機率累成起來 這樣 是一個總的likelihood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我的目標是什麼呢 因為 x是已知數嘛 對吧 我希望找一個 mu跟sigma 讓整個likelihood 最大化 這樣子我就知道我的mu 跟我的sigma 各是多少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就知道 我如果今天抽了五個人的身高 我就知道我母群的 母群的 平均數是多少 母群的標準差的多少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喔 好 你可以接受這件事情以後 你們 這個技術 我現在跟你們講這個邏輯阿 我看你們有些人可能是 有點迷迷糊糊的阿 這個也聽不懂我在講什麼 現在一邊聽好像一邊覺得很有道理阿 你們可能 可能還要再看一下錄影阿 我覺得可能需要 這個 沒關係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來 這個 這個 我們要讓他最大化 我們讓他最大化 來 可是 這個數字阿 他一定會是一個很小很小的數字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 這個數字本來 每一個數字本來就已經不大了 對不對 所以 他們累成起來一定是一個超小的數字 為了怕 電腦不好運算 通常我會給他取LOG 取完LOG之後 本來是累成了 是不是就變累加了 好 這樣 我們的累加的likelihood 這個值 好 我們 現在 希望 以及如果有給定X1到X5 你應該有能力找出一組 Mu跟Sigma 這樣可以嗎 用什麼方法 剛剛是不是有MLE那個方法 好 你已經可以算出每一個人的 每一個人的這個 每一個人的這個 就是 平均數跟標準差囉 好不好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我們的練習體阿 來我們的練習體是這樣子 X 是 X是 17598 這是五個數字嘛 我現在不知道他是從 平均數為多少 標準差為多少 抽出來的 這個 抽出來的這個樣本 好 可是阿 我們直接 這裡有個直接計算嘛 直接計算 MinX等於5.4 SD呢 XD是2.7 好 請你試著 用剛剛的邏輯 最大概是估計法 把它算出來 好 如果你的 程式能力沒有那麼好 舉例來說 你是第一次修阿語言的課程 你之前從來沒有接觸過阿語言 怎樣 計算出來的 這樣可以了解吧 我們給大家 大概10分鐘左右的時間 練習一下 看 那練習的答案 我們要考慮到的是 這個 log之後的likelihood的這個 呃這個式子 他必須是 他必須是這個 需要有已知的 mu跟已知的sigma 那他就可以求 那我們可以把剛剛那個式子 寫成一個 寫成一個 這個 呃 自定函數 那寫成一個自定函數以後 我們只要輸入一個 特定的mu跟sigma 我們就可以得到答案 這個特定的mu、sigma 假設是 1 1 我們得到的一個答案 是67.59 那如果我們輸入12呢 那我們得到的答案是 23.81 那想當然了 12這個組合 就比11來得更好 那我們想要 得到這樣的結果 我們就必須用mle這個函數 把他進行一個求解 他的起始值是00 他的 然後接著 我們來看看 把這個sample likelihood 這個函數 求到他的最小值 我們來看結果是多少 結果是 5.38 跟2.43 我們可以發現 這個結果 跟前面的這個計算結果 在平均數 是差別不大的 但是在標準差的部分 他差別有點大 這主要原因是因為 最大概是估計法 所求出來的這個標準差 他跟 我們統計學 他得 一般教的這個標準差 他得 求推導的過程 其實有一點點不一樣的 不過 這兩個答案 基本上 雖然說有一點差別 不過在n很大的時候 他的答案是差不多的 所以應該是還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要如何使用最大概是估計法 來求解線性回歸 我們必須要將 x跟y 把它先進行組合起來 那我們 這個x跟y組合起來 變成這個線性的 預測式的時候 我們要注意 我們本來求的是 一個固定的平均數 跟一個固定的標準差 然後去尋求 他這樣的樣本機率是多少 現在我們的標準差 仍然是固定的 可是我們的平均數 會隨著我們的預測值 而有所改變 舉例來說 在不同的x之下 他會有不同的y heart 而這個不同的y heart 就是不同的平均數 那我們就可以把 這樣的一個y 減掉y heart 那他就是他的殘差 他的殘差的平均數 就畢竟是0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來求這樣的一個式子 他的答案是多少 我們把它合併在一起之後 然後我們並且使用mle 這個函數來進行運算 我們得到的結果是 5.299 跟0.901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樣的一個結果 跟我們使用lm函數 來進行一個比較 好我們先看一下這樣的結果 然後跟lm函數進行比較 好我們發現 這樣的一個答案 在beta0跟beta1上面 他幾乎是一模一樣 好這個就可以充分說明 我們的這個 這個最大概是估計法 算出來的這個結果 是不是跟殘差平方核 算出來的結果 的限定回歸 是非常非常像的 這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 這個當初我們為什麼 是用平方核 而不是用絕對值核 原因就是因為 根據最大概是估計法 所推導出來的答案 他其實是比較接近平方核的 好 那當然這裡還有一些 呃什麼變異數 公變異數矩陣啊 這個其實沒有那麼重要 這邊跟大家講最重要的部分 是fit1 這是一個全新的物件格式 你如果問他class的話 你會發現 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 看起來像 x3class的一個物件 但是啊 如果你用傳統的函數ls 你去對他做 詢問的時候 你會發現 他會告訴你 這是一個s4物件 你以後只要看到 s4物件 這種東西 你就知道 一定只能夠 slotnense 這個s4物件 專屬的函數 去把他裡面的東西 給叫出來 把他裡面的東西 叫出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再使用 slot 這個函數 把他的東西給他抓出來 這樣你就可以得到 他裡面的東西 如果你用coef 你就可以把他的係數 給抓出來 另外 你如果在s4class 他如果要用索引函數的話 你需要用到 那個小老鼠這個 奇怪符號 然後你才可以 跟漁網用前號 感覺是不太一樣的 好 那我想 我們現在就在這裡 我們請大家先把 這個範例檔案 給他讀進來 那就先這個樣子 螢幕都切過來嗎 好這個 下載完了以後 我們來試著用 AGE預測K 這個AGE預測K 是我們很久以前就做過的東西了 對不對 我們用這個 我們之前可能沒有用AGE預測過K 那不重要了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反正就是 這個用 MLE跟LM 這兩個函數 我們同時來試試看 看哪一個效果 哪一個結果怎麼樣 好不好 首先 先 一樣 我們先把 這個 K跟AGE 他都沒有NA的留下來 接著咧 X等於AGE Y等於K 然後剛剛我們這個LINEARP 剛剛就已經寫好了嗎 他是一個 只要有X跟Y已經確定了 他就可以算了 對不對 好我們得到了FIT1 然後跟一個FIT2 他是LM Y到 Y對X的LM 好然後接著 我們來看一下 FIT1的Coefficient 2.66 0.17 1.27 1.27 1.27這不重要 這是殘差的 標準X嘛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 F2 咧 欸 答案非常非常接近 對不對 樣本大的時候 他們幾乎沒有差別 這樣可以接受 好所以說 所以說 這個標準X我們就不管了 好不好 標準X也是一樣 樣本只要夠大 這個就不是問題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我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欸這個 我們教大家 最大概是估計法 求解先行回歸 但是我們現在都是用MLE 這個函數 我們有點作弊啊 對不對 我沒有跟你們講他的原理 對不對 我們下一節課講 好不好 下一節課會有兩種方法教大家 怎麼樣 他的背後其實是怎麼算出來的 好我們現在 給一個練習二 這個練習二是這樣子的 請你用H跟PR去預測K 請你用H跟PR去預測K 那你如果直接用LM的話 這個非常簡單 你直接用LM的話 這個非常簡單 好 那答案就是2.75 0.16 然後-0.009 那請問一下你有沒有能力 用MLE這個函數 把它解出來 答案一定不一樣 因為本來只有BETA0 BETA1 跟SD 對不對 現在多了一個BETA2 多了一個參數要求 然後這個LINEARP 它鐵定也要改 LINEARP在這裡 它鐵定也要改 它本來只有BETA0 BETA1 對不對 現在要加上BETA2 沒有想像中難改 大家稍微試一下好不好 我們給大家做一下練習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把 這個 就是 剛剛的這個 線性回歸 就是一個 一項的 然後變成兩項的 好不好 非常的簡單 你只需要把你的LINEARP 它本來啊 它本來是沒有這一項的 它本來是沒有這一項的喔 然後 並且外面本來是沒有這一項的 你把這一項跟裡面這項加進去之後 你的LINEARP就改寫了 LINEARP改寫了之後啊 接著 你就可以算了 但是 你在算的時候你要記得這邊 你的起始值一樣要多出一個BETA2 你們現在可能搞不清楚 為什麼需要設一個起始值啊 這起始值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下一節課會解答好不好 你在求近視解的時候 你必須要有起始值 我們下一節課的時候 你就會非常清楚 我們這裡到底在做什麼 好 那 你思考一下 為什麼這個結果跟殘暗平方合的最小化 結果這麼像 主要的原因我剛剛已經跟你講過啦 為什麼那個平方就藏在那裡 就是 x 減掉 這個 就是 你抽出來的數字減掉平均數 它的平方 那個 就藏在那裡 這樣可以接受啊 好 那我們現在 來試著了解一下 我們今天 主要的課程 就已經教完了 不過今天還有一些時間 所以我們會想說 再教大家一個 在我們做機器學習 之前 我們必須要匯的一個東西 也就是說 在原始資料中 我們明顯可以發現有非常多 資料遺失的部分 這個部分 你並不需要 呃 並不需要非常了解啦 你只要走過這整個過程就好了 好 我們目前學術期刊上 最常用來解決 missing value 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是使用多重插補法 啊 它的假設這個不重要 它運算邏輯是這樣 最開始的時候 欸你看 我第一個人缺了 income 第二個人缺了 gender 第三個人缺了 age 但是 我要怎麼去把它 我要怎麼去計算它的 value 咧 來看喔 首先 我先把這兩個的平均值補上來 這兩個的平均值給它 這兩個的平均值給它 啊你說 gender跟 male 這個沒有辦法 那你就隨便給一個吧 總之就比較多的 這樣可以啊 給完了以後 我是不是就可以用這個式子去預測它了 呃 這兩個數字去預測它 這兩 因為我可以用上面去鍵啊 我可以用這兩個數去預測 預測它 看看用這兩個預測它 結果應該長成什麼樣子 結果我就可以把它去掉 用這裡預測它 然後把這個值給它補進來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接著咧 欸你用 這兩個 預測這個 然後 你再把它填進去 好 依此類推 能做很多次 這樣子 你就會得到最終的結果了 這樣可以理解吧 好 可是啊 這個 這個過程啊 它會有一定的隨機性 為什麼 它在預測的時候啊 它不是直接 預測值是多少就是多少 它預測是多少的時候 它還會考慮到 欸 你預測的數字是 平均數為14 標準差為1 它就會在141這個 分部裡面抽一個數字出來 為什麼 因為它本來就有一定的隨機性嘛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說 這個東西 就叫多重插補法 這樣可以叫多重插補法 這個插補法啊 這個我們也不想管了啦 我們只要知道一個結果就好了 這個部分我們也跳過 這個是說 如果今天 我在計算一個統計參數 我在計算一個統計參數的時候 這個統計參數參數為Q 那我要把這樣的5個 因為你剛剛講這個 剛剛是有一定的隨機性的 所以這個插補過程啊 通常會產生5到10個插補值 這個過程我會重複5到10次 那我得到5到10個資料集 它補的value都不一樣 好 那我補的value不一樣 我要怎麼把結果合併呢 這個時候 5個插補級得到5個Q 我就把5個Q的平均數 那就是它的 結果了 這樣可以理解吧 好 變因數這個我們不管了 好不好 統計減定這個我們也不管 反正我們 學機器學習啊 不是學統計減定 這個我只是把事實秀在這邊而已 如果你以後 要用多重插補級 做統計分析的時候 你要知道這件事情 好不好 人工智慧做預測模型時 我們只會考慮它的Q 不會考慮它的編音係數 所以其實我們就不用管了 好不好 好 你要怎麼做咧 首先 安裝MICE這個函數 然後Library它 好這個 非常重要喔 這個以後我們會 以後我們在做人工智慧模型的時候 我們經常會用到 這個多重插補法 因為我們的Data裡面 就是有Missing Value 未來你們面對的資料 也會有Missing Value 所以我們學期末的 那個考試 也不算考試啦 就資料科學競賽 你們要上傳答案 那一份資料 一樣有Missing Value 我是故意的 總是要讓你們去學習嘛 對不對 好來 接著 在開始進行插補前 我們一定需要先定義變數的屬性 主要說 AMI它是一個Factor Gender它是一個Factor LVD Type 是一個Factor 剩下你沒有定義的 它就是數值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 來我們 來做了以後 我們假設 我們要預測的Y 是一個 甲離子 那甲離子它當然 不可以去插補 你都要預測它 你怎麼可以插補它咧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這樣子我答案就不精確了 所以我先留下 沒有假離子的這個 這個 有假離子的這個 data 注意一下這整個流程哦 我知道我的data沒有missing 可是如果 我連最重要我要預測的標的 我等一下要預測的是假離子 我要預測的標的 都有missing value 那這個比data都可以刪了 好不好 我總不能連答案都是懵的吧 所以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但是剩下的所有variable 都是可以插補的 所以我可以把我的data 分成x跟y 兩組 x是可以用來插補 可以拿來預測的 y是不行的 ok 你了解了這件事之後 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就可以做囉 來 好 impure data 等於miss 這個 x 好它在跑了 它在跑過程中啊 我們先給大家 這個要跑很久 好不好 那我們先給大家做到這一步 讓大家開始跑 好那我們已經跑完了 我們已經跑完了 那今天大家只能看示範了也沒有關係 那我們就很快的做一個結束啦 這個 我們如果想要運算完總共五個資料集 我們可以透過函數complete把它叫出來 我們要怎麼做呢 來這是原始的data 有一堆missing value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們把第一個data把它叫出來 你看到了沒 它就被填入 該填的數值了 所以全部都有value了 對不對 全部都有value 我就全部都可以用來做預測了 好這樣子 我才可以 我才可以有非常好的這個就是預測 注意一下 你會注意一下 它的第一筆data跟第二筆data 他填入的value 其實有一點不一樣 你看這個本來是0 這裡是不是變1了 可以接受嗎 在這裡原始值是na的 所以說 其實答案會有一點不一樣喔 這個不一樣是正常的 為什麼 因為它的 這個整個過程中 它是有一定的隨機性的 所以說這是正常的 那正常的 那我要怎麼辦呢 我可能就要 預測五條方程式 然後把五條方程式的預測結果把它平均 這樣才會得到我的最終答案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嗎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 你今天 用m等於1這個資料集 建出了一套 回歸式 這樣m等於2 這個資料集 建出了第二條回歸數 依此類推下去 你的最終答案 是不是就是五條回歸式的平均 這樣可以接受吧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這個就是我們想要的結果啦 好不好 請你建立五條回歸式 以後 以後 如果你要用多重插補法的話 以後 你的每一個新的樣本進來以後 你都要同時經過 五條式子的預測 這個FIT1 它的參數是長這樣 FIT2是長這樣 FIT3是長這樣 FIT4 FIT5 是不是都長得不太一樣 都長得不太一樣 這是正常的 你必須重複操作五次這樣的流程 那這樣以後 一個資料進來 你就是把這五個結果取平均 這就是它的最終預測 這樣的預測 通常會比 只用一筆資料來的更好 好我想我們今天 上課都上到這裡 那我們有一些遺憾 就是我們的電腦 好像有點太舊啦 這個學校的電腦要更新 這個我們會再處理好不好 下一節課我們會把它搞定 那這個 我們現在今天 那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 今天我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學會 最大蓋斯估計法 最大蓋斯估計法 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喔 因為這個 我們整個損失函數的邏輯 怎麼去決定損失函數 就是透過最大蓋斯估計法 來的 好這樣可以嗎 好那 我們發現啊 這個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 為什麼是殘他平方核了 好不好 那我們下一節課 要跟我們要教學的主要目標 是教大家求解 我們上一節課 教大家求解的方式是偏微分 接著做 連立方程式 你會發現求解的過程非常的複雜 對不對 好下一節課我們會告訴大家 其實不用偏微分 一樣可以求解 不過有偏微分還是比較好一點 但是至少不用求連立方程式 連立方程式 恐怕才是解那個式子裡面最複雜的部分 偏微分其實沒有想中那麼難 好那我們今天上課上到這裡啊 好不好 那這個 我們明天會把所有電腦全部都更新完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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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